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有机会的演员推荐给他合适的位置 但是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 对于我个人而言一点愉悦都得不到 那你为什么不试着换个行业呢 这个我想过 但是我慢慢地发现 假如我能在生活中挖掘一个新鲜的面孔 这个人本身又是没有经过雕琢的 我想这个过程我是很愉悦的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可是这个圈子的规律每年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不是说每一个剧组都会选中那些天然无雕式的演员 那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 觉得都会找那些比较出名的大腕明星来参演他们的作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愉悦又从何而来呢 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些陌生的演员也很难有触痛的机会 而这些年情况又变了 又变什么了 过去每一个鲜活的演员就像是散落在人海中的珠子 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寻找去发掘 但是现在更多的演员像是老板手下的商品 跟他们合作必须以钱来衡量 那如果说想跟一个演员合作 必须付出很大代价跟他的老板去过招 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还要取决于双方利益的平衡 这太残酷了 那不都是这样吗 演员不行 演员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于演员的选择更多的应该是感性的直觉的 而不应该用理性的条框去约束 如果这样的话 对于合作双方来说都是有伤害的 你是指我们的合作可能会对双方造成伤害吗 现在还没有到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不远了 是我们郭总卡的条件太高了吧 这只是最表面的原因 我们的戏是一个低成本的 带有一定探索性的实验影片 所以我们的投资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希望从生活中发现演员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但是我们的创作意义 在你们的郭总看来似乎完全不能理解 在她看来 现在的你就是我们迫切需要得到的演员 她有机会了 她的机会 她的什么机会 不敢说发家致富吧 但是小赚也把她机会到 那就没有一点点挽回的可能吗 现在还不是最后的时刻 但是也差不多了 对不起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什么麻烦的雅飞 能够发现你对我而言是愉悦的 喂 喂 雅飞 我回来了 我算了时间呢 我知道你该回来了 我们见个面吧 明天吧 今天有点太晚了 怎么了 听你的语气不高兴了 没什么 你放心吧 是不是电影的事不顺利啊 没什么不顺利的 以前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你现在干嘛呢 没干什么 在等你电话呢 公司给了我三天的休假 我想我安排一下 我们出去玩一趟吧 可是 我还要上班 那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 明天吧 明天下班 你到我楼下等我 好吧 那你早点休息啊 明天见 好 明天见 明天 能够发现你 对我而言 是愉悦的 雅飞 现在一切还不确定 明白了吗 今天下午 是我们剧组和郭总的最后一次谈判 成与不成 这次就会有一个结论 我知道 不成也没有关系 如果不成 雅飞 你愿不愿意辞职换一家公司 辞职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在现在的公司做什么工作呢 好听一点 是助理 其实就是做一些琐碎的工作 打扫打扫卫生 倒倒咖啡 运一下文件 也就是这样了 你愿意一直这样下去吗 当然不愿意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 正式的 以一个演员的身份 欠一家演艺公司 这一部卖的也太大了吧 我想都不敢想 有什么不敢想的 你适合做演员 而且会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 只有你这么说我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相信我的眼光 我的判断不会有错的 你有天赋 可是我没有经验 而且我只是单纯的喜欢 仅此而已 喜欢是最关键的呀 我的建议很简单 欠一家演艺公司 名正言顺的 用一个演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做一个助理 对你来说 太浪费了 那让我再想想吧 好 想好了联系我 先要预祝我今天下午的谈判成功 好 河头没有键 不能乱花钱 合同没有钱 只能吃一口 真香 这事是说什么 是 我是剧手工作人员 我们约你下午到我们剧手见个面 好 那准时区 准时区 骂声欠合同 闲时无座位 喂 不就是这个 铁肥吗 你上上啥的 跟你不就完了吗 你都吃主题了吗 下个月凯思 铁肥打算 还不算不料的 小赵 好烟一员 千语 坐坐坐 坐坐 您坐 您坐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都是权力人 那都知道 可以理解 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导演呢 临时有点事 所以由我 来和您简单地聊一聊 谈一谈 莫斯莫斯 道研嘛 权足就累他一个人 可以理解 您看我们 给您的剧本 您看了吗 我看了 我看得很自信 老实说 我进入到演艺圈 时间不长 但是拍摄 那还是采入了很多地方 这样的一部电影 那还是第一次见 能够独处 你们是一个严谨的冲作团队 现在像你们这样 认证冲作的人 不躲见了啊 你别羞 那说得很正常 那这人 从来不哭说八道 好 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闯上了 鬼在正常 对不起 姜先生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不用可惜 将那周葛就行 咱们马上就成为一家人了吧 你想啥 小心 小忘了 咱哥俩不用可惜 你有什么话直说 谢谢您对我们剧本的热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合同是吧 这个您更不用担心 以前按照你的意思吧 我绝不提 永远合作的个人意见 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 你们居租什么意思 导演 看过您之后 对您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别雪地 您的性格特点呢 和我们本剧当中 所涉及到的人物 又是非常的吻合 那是这么认为的呀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啥 所以呢 我要跟你说的是 我们这次无法跟你合作 我们表示非常的遗憾 我们很期待下次和您合作 谢谢 请 那怎么说听 跟非您那怎么说听 别着急 别着急 几回死你听 这么多死你听 那死你听 强求也没有用 你能说过吗 说过 那你听了吗 听了 我就拿了门了 你倒跟个见识见识为啥呀 不是导演更新长的吗 不是君主任务 跟个恨复合吗 那你为啥不跟个见识见识 你有本事说服我 整个五眼一堆 你可倒好 漂亮话跟个说了一大堆 最后跟个来了一句 无法合作来 都无法合作来 你还跟个彻彻不得干啥来 你直接说不行不就行了嘛 随身的任务可认知 说不能合作 就不能合作 一句话玩了 结束了 欧缝了 爱得了 凭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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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说不杀呀 喂 哥子主政中 你谁呀 小子 自己出来看电表 小子坐上火箭网上穿 你不心疼钱我还心疼了 咱说过不能直接电源 你在家录电笼干嘛呢 你奶奶个熊猫 你可用电笼子烧洗澡水呢 小马达断了一条腿 你得陪 屋里原来有两个火箭 现在少了一个 你也在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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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一条顿布 顿布 顿布抱着门了 还用顿布干嘛呢 还有少 我看到其他还没什么了 还有 还有就是上个月 你在我这里寄了八十块钱 你得还了吧 还 这个得还 你在我这里 压了六百块钱的家间 七掉两百的房租 再七掉和我寄的八十块钱 还有马达钱 火机钱 锅布钱 还有两百块钱主要 我再给你两百块 你算一算 我什么可算的 你都算透了 小伙子 你看啊 我从来没有克克过你 干是什么是什么 如果你有意见 你可以自己算一算 我从来没多算你一分钱 再说了 你在我这里住了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们多少还是有点感情 我不会看你的 对对对 慢小心 你不啃呢 拿来吧 拿什么 算一下的钱啊 两百多块出头了 没完呢 什么没完呢 咱们算完 还有啥 订钱啊 这个月订钱啊 上个月我妈计算的时候 订表的计数是三百 刚才我看一下七百 我妈叫老两口 不开电视不用冰箱 更没有电脑 平时吃饭用电 照明用电 顶多用电就是一百多度 那其他的三百多度电 就是你一个人用的 一度电六毛钱 三百多度电 三六一百八 两百景气一百八 你还有二十块钱 我再给你二十块钱 我就说二十